好 同学们 欢迎大家回来 接下来咱一会儿看一下第五题好不好 来 第五题你应该数一下几颗星啊 五颗星 五颗星 对吧 笼共我就把这个奥塑的难度分为五星级了吧 对吧 对 所以这个你一看最难道了吧 是的 不过也不要害怕 那我听我说说慢慢你就明白了 好不好 你看啊 小明到商店买红黑脸的东西 共66纸是吧 读到这儿有同学懵了 老师 浓度呢 顺着要差呢 找了办法没找着是吧 这个美啊 是要用眼睛去发现的是吧 算是没有 没有关系 慢慢来啊 红笔每只定价 五块钱 五块钱一只红笔 黑笔每只定价 九块钱 九块钱一只黑笔 由于买的数量比较多 商店就给予优惠了 红笔按照85%付钱对吧 其实就是俗话说的八五折 是吧 黑笔呢 80%付钱 如果他付的钱笔 按定价少付18% 能想懂这个道理吗 能 就是红笔是不是便宜了 是 八五折是吧 黑笔是不是也便宜了 对 多少折来着 八折 最后合起来 总共红和黑掺在一块 我估计 他既不是八五折 也不是八折 对吧 八折 你想想是这个意思吧 少付18% 是不是就相当于八二折 那这个东西有点像咱学过的 浓度问题 浓度问题 十字交叉对吧 是 因为他知道三个比例 三个不是三个比例 三个浓度对吧 所以我就想了试一下 来看一本 我就觉得呀 你看啊 黑红笔 我就写在这叫红 行吧 它是不是八五折 你看啊 还有个黑笔 黑的太难写了 写个H吧 好吧 我也不知道黑就是blank 我知道H1I是吧 还有写个H 这个是多少折来的 八折 八折 合在一块是几折 八二折 八二折 对吧 所以我就想了 A5 85到82变了 3 然后那个80到82变了 2 对吧 语彤老师我知道了 红笔和黑笔的数量之笔是2比3 对吧 如果真的红笔和黑笔的数量之笔是2比3 是不是红笔加黑笔应该等于 66 五分啊 五分 两分三分 五分是不是66 五分是66 一分是多少 你上商店买笔 你还得把人笔给人剁开是吗 你老板来一个半笔 是吧 你还带这么玩的 所以看来不对是不是 而且像你这么做 这个五这个九有啥用啊 都用不上是吧 所以这么做不对 这个2比3就一定是红笔的数量和黑笔的数量之笔吗 有没有想说不是是啥 是 这不红和黑吗 这有红和黑 它不一定就是数量之笔对吧 回到浓度的东西里面好好想一下 85% 80% 这都2比3 不对 是荣业之笔对吧 荣业是什么 这个85%是不是荣业的85%是岩 是 这个80%是不是荣业的80%是岩 是 所以这个85%你看是谁的85% 这个80%你看是谁的80% 听懂了吗 嗯 就你得会找这个百分数的主人是谁 是谁的 85% 是谁的 80%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 你说是谁的85%啊 红笔5元 是打 是红笔的价格的 85% 85对吧 这是不黑笔的价格的80% 是 实际上红笔应该付100块钱 只要付85块钱是不是就够了 对 黑笔你需要付1000块钱 你只要付800是不是就够了 所以这个2比3是红笔总共花的钱 还有黑笔总共花的钱的笔 对不对 嗯 听懂了吗 嗯 所以我发现红笔需要付两份的钱 黑笔就需要付三份的钱 理解了吧 嗯 这我重复一下 一定要听明白 利用十字交叉法 求出来那个比例是谁的笔呢 要会找这个百分数和这个百分数的主人是谁 听懂了吗 嗯 但是两个主人的笔 有没有明白 明白了 那我明白了 红笔是不是需要付两份钱 嗯 红笔需要付两份钱 黑笔是不是需要付三份钱 三份钱 红笔多少钱一个 五元 所以黑笔多少钱一个 九元 所以红笔和黑笔的数量之笔 是不是可以这么算 嗯 两份钱 除以五块钱一个 是不是红笔有几支 是 三份钱 除以九元一个 是不是黑笔有几支 是 那这两个笔 是不是就是红笔和黑笔买的数量之笔了 是 九东老师 嗯 二出五出不着啊 注意注意 这是二份是吧 嗯 三出九 这是不是三份 嗯 那个份一笔 是不是可以底掉 嗯 我就没写 那你看看吧 这个是不是等于五分这 比上这个吧 是不是就乘以它的倒数 嗯 乘以三对吧 嗯 是不是等六比五啊 对吧 是的 所以红笔是六份 黑笔是五份 它们应该是十一份 对吧 对 十一份是六块六 所以一份是六 一份是六 这六份就是 三十六 这五份就是 三十 应该红笔有多少支 三十六支 黑笔有多少支 三十 三十支 到这为止 这个题才圆满的结束 对不对 嗯 听懂了吗 听懂 有点意思对吧 通过这个题 最大的教训是啥呀 就是 这个比例是谁的比 嗯 两个百分数 那个主人的比 对不对 嗯 想懂了吧 嗯 看一下详细的解析过程啊 他说题目中有三个百分比 有点像浓度十字交叉法的形式 对不对 嗯 这个思路很好 是吧 嗯 思路挺好的 Gi 他真的就这么干了 你看看啊 85 80 82 2比3 对吧 嗯 所以他发现 红黑支数支笔 2 比5 除以3比9 等于6比5 对吧 嗯 如果这儿你实在理解不了 你说老师 我怎么就想不懂这儿呢 你又写成 2A 可不可以把 红笔的价格 总价认为是2A 可以 除以5 是不是就有几支啊 比上 3A除以9 这个A不就一样底调了吗 是这意思吧 是的 他不就等于2A除以5 除以他等于称他的倒数 3A分之9吗 A和A不底调吗 对吧 嗯 你看一下就可以了 6比5 36 30 对不对 到这儿为止 答案你就圆满的得出来了 是不是 嗯 有点意思啊 后面 关于这些教训是啥 应用十字交叉法 起初来的比例是 百分比主人的比例关系 对不对 嗯 你就结合那个浓度问题里面 那个看看吧 想想吧 是吧 第二个是什么呀 十字交叉法 灵活应用啊 不仅仅是有盐水 糖水 酒精的时候 可以十字交叉 有的时候 好多问题 都可以十字交叉 对吧 听懂了吗 嗯 实际上十字交叉法 不仅可以干这个活 你的基督中龙 一样可以求啊 哎呦 我怎么晕了 还真的 你的基督中龙 也可以用 不信 你自己慢慢想一下 好不好 那最后咱把这一讲 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和总结啊 嗯 你看啊 十字交叉法的应用 进去本质 这个种旨用了 是吧 嗯 它的本质就是 知三求一 三个浓度 一个比例 这四个数之间 知道仨 就可以求另外一个 对不对 嗯 能明白吗 明白 再一个是 方程法在浓度问题的应用 这一般依据 应用咱就甭说了 嗯 就是它浓度问题 可以用方程法来做 是吧 是 一般的依据是什么呀 一般列方程都根据什么来列呀 融质 到前和到后融质一般多是吧 嗯 听懂了吗 那这一讲就这么点玩意儿了 好不好 好 我就剪得给大家讲的这儿了 嗯 嗯 感谢观看